这本是第一次自己睡觉 我知道 知道吗 这本是第一次自己睡觉 对 小鹰上大班了 他会自己换衣服 也会写好多字 跳绳已经可以跳十下 还会努力的吃掉青椒和红萝卜 也不会 不会尿床了 小鹰真的长大了呢 身边的每个人都这么称赞他 有一天 小鹰对妈妈说 我要练习一个人睡觉 你真的可以吗 妈妈很担心的问 以前小鹰如果没有妈妈陪 总是睡不着啊 喂 我可以的 没问题 我已经找到好帮手了 小鹰拍着胸口说 小鹰有很多心爱的布偶 只要每天有不同的布偶 陪我睡觉 上厕所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呀 狐狐狸 小猫 小熊 小兔子 企鹅 小鹰自己画了一张 每天和他一起睡觉的布偶 排斑表 贴在房间的墙壁上 然后 他让布偶们依照排斑表的顺序 坐在地上排好 小鹰 小鹰就这样 每天努力学习一个人睡觉 有一天晚上 小鹰的房间里发出咚咚啪啪的奇怪声音 妈妈偷偷打开门 往房里看 只见小鹰抱着狐狸布偶 睡得非常安稳 嗯 真奇怪 妈妈正要关上门 突然听见玩具箱里的布偶们 发出的吵闹声 嘿 不要压我啦 你很壮啊 刚才明明按照顺序排好队的 谁知道会被放进玩具箱里啊 今天晚上轮到狐狸吧 是啊 那明天呢 这个不知道了 什么 这下糟了 不我们好着急哦 小狐狸说 噓 安静一点啊 你们这样子会吵醒小鹰的 被小鹰抱在怀里的狐狸 慢慢的起身 小鹰刚才在说梦话 说他最喜欢狐狸了 好可爱哦 狐狸对大家炫耀 小熊说 这是小熊还是小猫 小猫 小猫说 我一直都是小鹰的小猫枕头 小鹰总是说 这样很舒服呢 小熊说 我会帮助小鹰一起对付噩梦里的大坏蛋 小鹰总是说我很可靠哦 小兔子说 我这对长长的耳朵 是小鹰的围巾 小鹰总是说 乱眠眠的 好舒服哦 小七遥说 我 一说起蓝色大海的故事 小鹰就会说 哇 我也好想去哦 可是 现在分不清楚睡觉的顺序了 怎么办 那家一脸快哭出来的模样 哎呀 都是我不好 原来妈妈刚刚一面嘀咕 小鹰真是的 怎么不把布偶收进玩具箱里呢 一面替小鹰收拾了玩具 对不起对不起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一点都没发现 妈妈急忙的向布偶们道歉 一看到妈妈的身影 布偶们马上不再说话 动也不动 原来如此 她学会一个人睡 都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帮忙 真是谢谢你们 妈妈轻轻的摸着布偶们的头 让我看看哦 今天晚上是狐狸 所以明天是小猫 接下来是小熊 小兔子 企鹅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 妈妈一边看着排班表 一边重新替布偶们排好队 隔天晚上 小鹰刷完牙 换好睡衣 看着布偶的排班表 今天晚上 要和我一起睡的是小猫 小鹰转身 想要去抱小猫布偶 眼睛突然瞳得又远又大 他看到了什么 妈妈竟然也排队 在那个布偶队伍当中 一脸平静的坐着 妈妈 怎么也在排队呢 也让妈妈来排班吧 为什么 因为妈妈也想跟小鹰一起睡觉啊 哇 小鹰最喜欢妈妈了 妈妈也最喜欢小鹰了 妈妈紧紧地抱着小鹰 眼睛湿湿亮亮的 那么今天晚上就轮到妈妈吧 咪咪已经排好顺序了 真不公平耶 小猫布偶抽动着胡须 好像生气了 小猫也一起来吧 听到这句话 哦 小猫才放心下来 其他布偶们的眼珠 也闪着亮光 大家很高兴地偷偷跳了一下 不过妈妈和小鹰 似乎都没有发现 The end